如果你假設這個地方3.2 我剛剛是改這個 如果你沒有改.2 是當然不會錯 可是如果你改了 他一定會出錯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這個地方就不能用INT了 他要跟你講 他說這個地方 你不能夠給我一個 3.2這個資料 你不能用INT 為什麼 因為有小數點 那不能用INT的話 那怎麼辦呢 其實特別注意 我們就直接怎麼樣 把它改成Floaster 這個Floaster可能也要記一下 Floaster也蠻常會遇到 也就是如果你有小數點的話 那記得 你就是用Floaster 好 把它執行一下 應該就OK了 3.2 然後這樣應該就5 5加 8.2才對吧 OK 執行一下 好 有沒有 加總結果 這個時候呢 就正確啦 那可是你會想說 可是有時候我A跟B 我也不確定到底是整數 還是小數點 那我 如果我現在給他INT 那我下一次來個資料 比如說讓人家輸入好了 突然他輸入的就是 有小數點 那不就掛掉了嗎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遇到這種狀況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如果你不確定說 你到底是不是小數點的話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函數 叫Evo E-V-A-L OK Evo 這有點像什麼 Evo這個有點像是那個 Excel裡面那個Val 函數啦 其實Val就是Val的縮寫 然後Evo的話 實際上就是 他不管說你今天是 整數也好 或者是小數點也好 反正他都可以幫你轉換 OK 都可以幫你轉換 試試看好了 如果幫你轉換之後 所以如果用假設不確定的話 可以記一下Evo 執行一下 應該OK吧 對 沒有問題 所以如果假設 像這個地方 假設A的話也改成 比如說5.3好了 5.3前面有INT一定會錯 OK 有沒有 這邊就錯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 要讓他避免這個錯的話 乾脆就通通 改成Evo比較好 所以Evo 一個的話 好處就是 管它INT還是Flozer 反正Evo就好了 OK 所以這樣的話 比較 可以避免掉 你那個程式的Bug發生 OK 所以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這個資料型態問題 不發生的話 那以後你寫程式 錯誤的機率就降低 非常多 因為我發現 同學將來會發生程式Bug 通常就是TypeA 好像幾乎是在 蠻大的一個比例 好 所以第一個 OK之後的話 那再來的話 其他就是所謂的那個 像 底下的話 還有像是運算值 然後我們剛剛是加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把那個 運算值有沒有 改成減 還有乘 這個應該加點乘除 應該沒問題啦 可能比較會有問題的 就是後面三個啦 就是什麼 百分比 這個也蠻常用到的 在Essale裡面就是 它有個函數叫MOD MOD MOD的話就是求餘數啦 就是除以多少的餘數 除以多少之後的餘數為多少 就是把餘數取出來就對了 比如說什麼 32除以5之後餘多少 整除之後30嘛 餘2嘛 所以得到2就對了 OK就是除完之後的餘數是多少 他就把那個餘數給print了出來 所以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你可以把剛剛這個練習有沒有 把這邊改一下 比如說把它改成 32有沒有 這邊可以把它改成5嘛 然後運算的話 這邊其實就不用轉型了啦 你就可以把這個地方改成就是 一個百分比符號有沒有 然後呢 這邊其實也不用轉 然後餘數多少呢 你可以把這個結果啦 結果為多少呢 那就是剛剛餘數為2嘛 這樣嗎?也是要轉型 因為它 得到的餘數應該就是整數喔 所以呢把它print了出來 有沒有 結果為2沒問題 所以待會的話呢 如果有時間喔 你們也可以練習看看 那另外 這個取得這個什麼呢 整除之後的值啦 所以除除的話就是 得到的就是一個什麼 比如說32除以5之後 整數部分它是 除完之後是6點多啦 那它如果取整數就6 所以得到就是整數部分 那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那個層層 這個層層還蠻特別的 層層的話是指的幾次方 比如說我今天7的2次方 那你可以把這邊改一下 7的2次方 然後你這邊可以把它改成層層 有沒有 然後把這個結果給輸出的話 那理論上 這邊就出現了 有沒有 49應該沒問題啦 所以呢 假如說呢 在Python裡面呢 如果你可以理解 那個加減乘除這些運算 你看還有比較重要 像是球魚數啦 還有取得那個 除完之後的整數啦 幾次方 這個的話 將來都會蠻常用到的 所以這個一定要熟悉喔 OK 那或者你們等一下 可以把它練習一下 這個是在 講義裡面的應該 應該有啦 21頁 那可以看一下 那底下的話就是 轉型 那其他還有像 一些拖曳資源 這個拖曳資源 就是說呢 某些 資源 比較特殊的 比如像換行好了 換行的話呢 如果將來 我希望喔 輸出的結果 像我們這邊是在同 同一行裡面嘛 可是有的時候 我希望把它換行到下面去 那換行的話 當然在這邊的話 其實有個比較簡單的 方式就是 你可以在 你要換行的地方 加一個反斜線 N 反斜線 N 有沒有 反斜線 N的話 那就表示說 我要在這邊加一個 Enter 換行的意思 這個其實 這個拖曳資源還蠻常會用到的 換行 所以如果你假設 而且特別注意喔 它是一個文字 你要把它當文字 前面一定是反斜線 反斜線 N OK 那如果你把它執行的話 當然得到的結果變成 本來是 49對不對 那原來是在同一行 如果我加一個反斜線 N在這邊的話 它就會在哪裡呢 在冒號的後面 加一個Enter 有點是在冒號後面加Enter 然後換到下一行去 OK 應該有吧 有 響鈴 可是響鈴在這邊好像不會響 有啊 反正有響 有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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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版本的關係 有些電腦不會響 有些電腦 像我這邊還是因為喇叭的關係 那你可以試試看 那比較常用的像是換行 響鈴應該很少用到吧 鬧鐘嗎 好 可以試試看 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這邊就是結果 冒號後面就加一個換行 類似像這樣 那其他的話呢 還有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在49前後有沒有 加兩個雙引號 有沒有 兩個雙引號在49的前後 那加怎麼加呢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這個49放在這裡面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要加一個雙引號 可是你看到 雙引號呢 在Python裡面 它已經是保留字了 不能用 為什麼 因為如果假設 原來的想法應該是這樣 在這裡面加一個雙引號 表示開頭的雙引號 可是呢 可是呢 因為呢 雙引號已經是保留字 用來當成是字串的開頭跟結尾 所以如果遇到呢 你要輸出同樣這個字 的話 有個解套的方法 就是把它當一個拖曳字元 前後 前面加一個什麼 反斜線就可以了 所以 如果將來你要輸出的是 一個雙引號的話 那記得 你不能直接輸出雙引號 因為這個雙引號 已經被用掉了嘛 所以我們把它改成了 反斜線雙引號 有沒有 那輸出看一下 有沒有 換行之後 前面這邊就有了 那後面這邊的話呢 一樣嘛 加上什麼呢 雙引號 反斜線雙引號 那變成怎麼樣 這個比較特殊 我之前我同學這樣打 然後同學有點不太能接受 記得喔 反正就是在 前後雙引號裡面 再放一個 反斜線雙引號 應該可以懂這個道理吧 可以 然後呢 把它執行的話 那你會看到什麼 結果有沒有 冒號 這邊有個換行嘛 然後前後呢 就會有這樣的效果出現 記得喔 你如果沒有加那個 反斜線的話 不行 OK 為什麼 因為 這反斜線 你雙引號用掉了嘛 你這個 如果沒有加 他不知道說 你到底在指的是 哪一個字緣嘛 OK 好 那這個是有關 推移字緣的相關的敘述 那請各位 來就是多練習一下 那其他這些 將來用到 我會再說明 比較常用就是 這個啦 或者是雙引號 單引號 那還有這個 像路徑有沒有 我們C冒號斜線 有沒有 斜線那個路徑呢 他也是一個保留資源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一個路徑的話 變成要兩個 不然他會以為說 你到底這指的是什麼 看不懂 OK 好 那其他這個 請各位自行再練習一下 那底下的話 就是再來看到 有關那個 所謂的關係 運算值 所謂的關係運算值 就是比較 左邊的資料 跟右邊的資料 比完之後 到底一副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比較的話 左邊跟右邊比的話 會有兩個等號 前面可能有一個 變數 後面可能有個變數 兩個有沒有 記得一定要兩個雙以後 有沒有 兩個 表示 兩邊 是相等的意思 那如果不相等的話 記得是 金燙號 加一個等於 就是 不相等的意思 那其他大於等於 這比較 應該沒問題 那 等一下的話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邏輯 運算的部分 那底下其實 我有 問了一下 那個 請幫我寫一個 Python的程式 然後內容為 什麼呢 輸入年齡之後 判斷是否滿18歲 成年 或者18歲也可以 成年不要也沒關係 那你會發現 他就幫我寫出來了 OK 寫出來的話 是長這樣 理論上 是OK的 沒有問題 所以假如說 你要寫一個程式 你不會寫的話 你是可以直接在那個 就是 Charge V上面詢問他 他會給你底下 這一段程式 OK 不過 理論上 我們 自己寫的話 可能不需要寫 寫這麼複雜 待會我們再來看好了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 剛剛的這個轉型的部分 先稍微熟悉一下